拱著身體 上半身幾乎快要貼地 身體下還有一位小小孩 疑似遭強壓 比武睡 下一秒孩子不動了 托育員卻是把棉被整個蓋住 小小臉龐 隨即轉身離開教室 離譜行進 托育中心出面澄清 老師是跪在他的睡墊上面 那用雙手就是護著他的頭 小朋友有跟老師說要蓋背背睡 蓋的是這種防治洗的洞洞毯 小朋友說不夠黑 睡不著 才會拿毯子蓋頭部 但涉及施虐還有著 孩子們開心跳舞 托育員突然伸手 往小男童頭上扒下去 孩子嚇到倒退 托育中心也有說法 他有去靠近老師要拿 老師當下是有這樣子跟他說 不要過來 據了解這些畫面是五六月 在台北市某私立托育中心發生 上午社會局火速調閱監視器 避免事態擴大 當時交保員停職接受調查 但家長難免擔心 多少會有點擔心啊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間不錯的 我那個大的在這邊 也覺得OK 就是說第二個才會又在這裡 這間托育中心過去頗受好評 依照規定 憑藉分成三大項目 有優加一柄等分數 當時托育中心原本是准公共化名單 去年卻因為沒通報 腸病毒感染 憑藉拿柄等 也因此遭踢出准公托名單 對我們來說我們覺得有一點空穴來逢 當下我們已經有一一打電話 先給該班的家長 究竟有沒有強壓逼午睡 或是在耳邊輕聲細語 社會局將不定期抽查 在30天內交出報告 給家長一個交代 繼續了張俊慧 李孟昌 王映竹 何慧柔 台北採訪報導 治療法 家長1 家長1 家長1